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下立委林佩祥顺利进入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负责审查交通 公共工程以及通讯传播等议案 林佩祥除了感谢国民党立院党团的赏识以及安排 也强调会尽全力监督好国道客运通勤等问题 在这边很感谢国民党团对于佩祥的赏识以及安排 让佩祥能够在一任的第一个会期 就进入佩祥一直想进去的交通委员会 我想进交通委员会的目的 其实就想是实践当初我对于我们基隆市市民的承诺 把国道公车的法规限制把它松绑 把我们班次不足 司机不足的状况把它减轻 甚至说让我们的基隆人在通行的时候 站多国道公车的时候 然后更方便 那竟然进了交通委员会 佩祥会把这件事当自己的使命来全力以赴 尽全力把当初我答应大家的早15分钟回家的件事把它彻底完成 另外对于基隆捷运推动的问题 林佩祥强调同样会全力监督和要求 至于基隆捷运 佩祥在交通委员会也会去全力监督 全力要求 既然基隆捷运的第一段规划已经定案 那什么时候可以实行 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到 捷运到基隆市 到七堵区 甚至更快的到八堵站 那要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时程 什么时候开始实行这样的计划 另一方面 佩祥也会尽全力来督促 我们的中央政府 试着让第二段的基隆捷运规划 尽早开始 尽早规划 如何进基隆市 能让我们基隆市的通勤组 实质上的用捷运去上班 我认为这会是佩祥在交通委员会 另外一个 我会很想主动去了解 去建筑的事情 林佩祥表示 会尽全力做好立委的工作 落实对基隆市民的证件承诺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一大早金融港雾茫茫一片 原本作业区完全看不见 上午7点就起了大雾 能见度不到200公尺 金融港区管制中心判定 宣布船舶在7点05分开始 禁止进出 因为受到农务的影响 经本港塔台管制员目视结果 发现已达到农务管制标准 也就是说 基隆港的东防坡体 红绿灯塔已无法目视得到 两地的距离 约220公尺左右 所以就开始进行传播的管制 从早上7点05分开始进行管制 一直到早上8点04分 因为农务已消散 所以解除管制 在这一段管制期间 总共受影响的船舶 总共进港船舶一艘 好在到了8点05分 农务逐渐散去 不过金融市区还是雾茫茫一片 刚好是大家的上班时间 不管骑车或者开车 都只能小心慢行 金融的天气说变又变 连续好几天都是大热天 22号一大早就起了大雾 然后飘起小雨 这两天天气非常好 再晒衣服一下就干了 可是刚刚早上起来7点以前 看起来还好 以为是下午会变天气 结果没想到突然起了个大雾 本来是穿短袖 现在又会换成长袖了 就怕家里的衣服没有办法晒干 民众打开除湿机 赶紧烘干衣服 接下来天气变化大 民众要特别留意 记者黄烧铭金融报导 市长真的很希望改善 不止 我觉得不只是您的成长环境 其实还更多的是 你们不管教育 还有我知道最近 暖暖学碰到很多小朋友 有一些被霸凌的 他也很烦恼 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你们有没有觉得 可以提出来的 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亲自和十位高中生进行深度对谈 同学们把握机会上所预言 什么密室逃脱这类比较新鲜的 就是我希望市政府可以与时俱进的感觉 像是跟近年轻人的 就是年轻人会有一些比较活化的一些油漆设施 然后像是我知道金融有许多的 像是年轻人喜欢文青空间之类的感觉 不会觉得文青是比较适合年轻人 像是金融 文青融有很多的咖啡厅其实是很适合发展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咖啡厅的宣传 可能就是不到 就是可能民众比较不会知道 金融有哪些地方好的咖啡厅 可以让年轻人去使用 就是我觉得在推广这方面 其实也可以做更多的相关的动作 身边有些同学会去健身 或者是跑步机什么的 然后他们会去国立运 那个这种私立的运动中心去练习 但是他们好像说就是器材有一些老旧 可能会故障 或是那个游泳池游玩 然后身体会有一些不舒服或什么的 然后看可不可以有改进 一个你刚刚讲的那个 历史逃脱这个 我觉得其实很棒 因为像其实在上班的上班族 都很希望上班的空间是很自然 很活化 不要有隔板的 跟你们图书外想法是一模一样 只是我们要找地点 他们像共享空间概念是一样的 可能一个大藏圆圆圆坨型的桌子 每个人可以互相电脑弄一弄书看一看 而不是传统的这种牌法 把一些空间可以做一些活化再利用 空间的活化做成文经的空间 或是一些老屋可以整修成很棒的这种咖啡馆 类似这样子的 这种就有时候它是一个招商的概念 不是说都是工部门去做 那有一些是业者看到这样的 年轻人有这样的需求 然后他来愿意把这些空间 把它做这样的一个经营 那刚刚副市长就指示了 我们会去跟我们市府其他的单位 一起来联系 把这些有可能可以发展的空间把它整理 同学们肯定市任府举办进入教育好声音座谈 对谈中学生们针对包括推动剧场文化 K租中心争取练团空间等议题提出了看法 一个礼拜练习两天 那我两天就会介绍投诉 团练的时间不够空间不够 对然后加上其实我们去音乐教肢的话 我们音乐教肢在四楼 然后楼上又是美术班 那即使我们已经在放学时间 那美术班可能想说 有点连感 那我们还是会被投诉 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只能去到台北市的念团吃 太清楚了 对对对 就是我们在学校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高二的话会接触到一些电吉他的故事 那就是不单单只是吉他 假日的读书空间我觉得 我希望可以在就是像 希望可以就是有文化中心的读书馆 因为他其实已经整修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那其实蛮多同学我身边的同学都跟我讲说 能不能对我们市政府不建议说 可以起早的让他进早完工 然后赶快开放 就给大家一个可以读书 然后做报告的时间 要不然如果每次都需要去星巴克或是哪里 毕竟他也花钱 然后也有时候有点吵 所以希望他可以就是赶快开放 然后再来还有提到公车安全性 因为真的二性人比较多 所以每次要上下课大公车的人都蛮多的 然后如果这样太急的话 公车开的时候会比较不安全 那希望就是可以再多开一点班式 在上下课的尖锋时段能够多开班式 然后就是让比较多学生可以安全通勤 国中的同学能够留在在地 比如说各个现在在场所有的这些学校 能够在地就读 那在地就读将来 像各位我们也希望你们能够 就算到不管台湾哪里的学校去读大学 然后你们还是季隆的孩子 然后有问题还是可以反映给季隆市政府 正对学生提出的诉求 副市长邱佩玲 教育处长杨贵杰 陪同的教育处 副处长 科长都仔细回复 我觉得学生是基隆的骄傲跟希望 我们的希望在下一代 那从他们的反应当中 我觉得我们学很多 因为很多事情真的我们在这上面是看不见的 刚才尤其刚刚同学讲说 寄望四个月的开会 那没想到市政府真的做到 我都觉得我要掉眼泪了 我觉得是我们跟他学习 他对这个会充满这样的期待 我们在市政府的这种行政长官 应该更努力 更加油一点 才不会辜负学生对基隆市政府的期望 第一次的问题 我想他们都得到完善的解答 那这回又提出很多新问题 我们会努力去帮他们克服 也希望学生在基隆有更好的环境 不会输给台北 新北跟桃园 透过双向的沟通交流 副市长邱佩玲表示 很开心能够听取大家建议 圣府将会折成相关单位 逐步的落实推动 希望让学子能够留在基隆 安心就学 记者 黄少铭 基隆报告 每天到晚宇的南云 天下天过去超大 还要吃菜 在你水果的雨天 20多位营养师在基隆市营养师工会号召下 特地到基隆火车站南站广场跳舞快闪 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震也融入其中一起跳 感谢营养师们在医院学校团善 以及长照机构和保健食品业等地方 为大小朋友们的食安健康把关 议法通过了国民营养法 那希望也借由222这个营养师节来提醒国人 就是可以有任何的营养需求问题 都可以寻找专业的营养师 那不管是在社区 学校 长照 医院等等 都有专业的营养师在这边做提供咨询 那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222营养师节活动来宣导 希望我们国人可以注重营养的均衡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朝着高龄化的社会 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在去年通过了国民营养法 那在基隆市政府的我们跟议会的合作之下 也在去年修订了我们的营养午餐自治条例 在这些脉络之下营养师可以帮助我们 不管是在健康的 然后肥胖的 年老的 可能有一些鸡少的 然后或者是衰弱或失能的 不同的族群他们都可以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市民更营养 更健康 谢谢营养师 本身也是营养师的基隆市议员许瑞子 也特地赶到现场为营养师们加油打气 一起庆祝营养师节 强调营养师式食品以及营养医学的专业医疗人员 推广正确的营养饮食知识和观念 同时在疾病预防 治疗 营养教育 健康促进以及延缓老化和失能上 扮演着重要角色 感谢营养师们的努力和奉献 营养要把关 营活动心安 赞 瑞子本身也是身为营养师 那我今天也要非常感谢卫生局局长的支持 以及我们台铁的支持来祝福我们营养师的所有伙伴们 他在照顾我们的国人的健康 尤其是在学校 在团善公司甚至是医院 为我们民众的健康把关是不遗余虑 这里 在这里瑞子要非常地祝福大家 那营养师节快乐 2月22号是营养师节 基隆市营养师工会特地在基隆火车站南站 举办这场跳舞快散活动 并且和现场民众互动玩起小游戏赠送购物贷 台铁公司基隆火车站和基隆市卫生局 以及市议员许瑞茨 也互相感谢大家一起促成这场营养师节的庆祝活动 那也希望日后我们台铁车站能够持续地跟瑞茨一座 还有我们基隆的一些伙伴们 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也再次谢谢瑞茨一座 谢谢站长 我们之前在这边设站 打我们COVID-SBB的疫苗 站长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那这个场地真的是 我们基隆市民人来人往 就算是去外地工作回来 也会经过的地方 谢谢台铁基隆站 跟我们一起照顾市民的健康 也谢谢议会 尤其是我们瑞茨一座 跟我们一起努力照顾市民的健康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失智据点工作人员陪同下 轻度失智的阿姨及叔叔 不但要招呼上门的客人 点咖啡和点心 也要小心翼翼端着 已经准备好的咖啡和点心 送给客人品尝 咖啡呢 对对对 谢谢谢谢 非常好 基隆市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也就是每五个人 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长者 长辈失智的问题也将增多 因此伊甸基金会基隆区 特地结合新义区 义四路一家咖啡厅业者 让轻度失智长者们到店里面 轮流做一日的外场服务生 接触人群 提升自信心也减缓退化 所以其实在据点里面 我们就有这个练习 让他们练习煮咖啡 重泡咖啡 做蛋糕 做糕点 那也让他们到社区去做一些分享 那慢慢的在这过程中 他们就也培养了自己 很多的一些自信心 那也懂得怎么样去跟人家 互动的时候不会太害羞 那也勇敢的去表达自己 那所以在我们今年就开始规划 希望他们可以走入社区 并且呢 借着跟社区的互动 让我们的社会大众更多的了解 其实我们轻度的失智症长辈 其实可以透过一些互动 可以让他们延缓他们的失能状况 那也希望说 透过在社区的互动呢 也可以让更多 可能目前还 也已经处于失智症状况的人 那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联络 我们共同来为长辈 我们来付出我们的努力 那我们也希望说 借着这样子 我们未来呢 可以走到社区里去 看看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 餐厅呢 或是咖啡餐厅的 可以跟我们做一些合作 然后让他们更多的机会 可以在我们的这些咖啡餐厅里面呢 去做一些服务 那把他们做一些展现 咖啡厅老板表示 他们很乐意和伊甸合作 让轻度失智长者来体验 咖啡厅外场服务员的工作 只要是能够帮助到长辈 我们店内其实平常会来的客人 大部分的年期都是中老年人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跟他们聊天 或是帮他们服务的时候 其实有发现 现在的社会都是已经是高龄化 但是他们却对于 我们年轻人的文化 或是社会是有点隔阂的 常常会听到他们会说 跟家人年轻人会有什么争吵 或者是想法不同 我都会给他们不一样的建议 我也是觉得说 如果多一个场合能让老年人更有自信 可以在70或是80岁的时候 还是觉得我自己是很有用的 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所以才愿意 听到伊甸有这个计划的时候 是很愿意以及乐意帮忙的 张哲门的服务也都获得客人们很不错的评价 更能够练习而且有更多跟人家接触的机会 那所以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社会接触跟互动 那这个也是我们社区据点 在照顾认知功能退步过程中的长辈 在努力的方向 那虽然在据点里面就可以 有很大的程度可以与人互动 然后有可以达到这些目标 但是出来外面又可以让这些在适当的支持下面 然后又可以让这些的练习的过程 体验的过程 发挥的过程都更进一步 有社会参与 然后自己也觉得很有意义 很有开心 然后会保持进步 然后延缓退步 幸好店里面有两只老板饲养的店猫 不怕生相当亲人 也让体验当服务生的长辈们紧张时 偶尔可以摸摸猫咪来减缓紧张的情绪 放松心情 体验好自己的工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新年快乐 拇敲起来 饱我不ер然 都会捐 为了 有一日 一个人 有不赌 有不赌 我们的 有不赌 无赌 有不赌 那种 有不赌 我们的 一定会是 怎么办 最初到是你 佳南佛国选方妙 欢迎大家新春 点点击 以後,我們料提供這次播文、播財庫、頂頂的服務 歡迎大家新年來嫁人 讓你平安、財運、攏中來 主要非白咕 我家的一份來下禮拜可,我可以幫我們家打掃一下 下下就好 這樣不好吧 請趟喔 副主批用外籍移工,需向政府申請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將處於15至75萬罰還 我什麼都沒說喔 憑故外籍配偶工作前,應核對外籍配偶外僑居留證及一親戶籍資料證本 真的是自身在美麗的仙境裡面 自身花海中,宛如人間仙境 我還是第一次來,人間仙境的感覺 那真的很難得很難得 民眾口中的仙境是欺度農友陳德朗所培育的秘密花園 以新一花為大宗 每年過年後,乍暖環寒時盛開 主人說,今年開出上萬朵,遠勝前兩年 從山下望上去,煞是美麗 今年的雨季,天氣比較好 所以它開的比較多一點 我應該有上萬朵 到上面還有兩種,有高杯低杯 還有白色等 細心培育新一花二十多年 歷經多次失敗 最終成功 一直到現在 德郎大哥依然在進行花種皆知 這是成功的一個例子 像剛剛那個小小的枝乾就糊了 像這個就已經,哇,長長了 那可能再過個兩年 差不多就可以開花了 天天看啦,來拔菜就看花 都心情很好 這個新一花,在我們這邊真的是少之又少 它還有一些特殊的功效 它是一個要用的食物 那我們想要請那個德育食品系 管理系的教授姓蔡 他有心想要把這個東西去提煉成精油 那我們是不是看能不能把這個新一花 在它花洩了之後呢 再做一個利用 成為一個產品 再擴大它的一個附加價值 那今天真的很幸運 真的我們來也沒有下雨 看到滿山滿谷的那個新一花 各種顏色還有茶花的襯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除了新一花外 園內還有各式各樣的茶花 其中一顆黃金茶花更是開滿整束 金黃色的花朵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非常耀眼 德郎夫婦歡迎民眾來賞花 想賞花的民眾 要好好把握這兩個禮拜 但請記得事先預約 以免撲空 新一花的秘密花園 記住這產軍 基隆報導 大馬路上水流不斷從地面湧出 水勢又極猛 經過車輛見起陣陣水花 接近一路瞬間成了小溪流 事發在安樂區基隆一路和北二高交叉路口 21號中路左右 一條大約150公分口徑的自來水輸出管 不明原因突然爆裂 大量自來水外漏 當地里長就擔心 會造成嶺內用水問題 基隆一路112向110弄口水管臨時爆裂 然後可能會影響我們在地的住戶用水情況 我們希望自來水公司盡快修復 讓我們民生用水不受影響 檢方到場擺設三角錐指揮交通 水公司也立即派員將止水閥關閉 找出原因 自來水公司已經找到漏水處 機具都已經進場搶修 預計21號晚間就會修復 至於破管原因還要再調查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哇 好高興喔 拿著只有正式開議時 議長可以拿的議事槌 就給他輕輕地敲下去 不只小朋友開心 連老師都在問 敲下去真的有聲音嗎 元宵節快到了 剛好市區一所幼兒園 大約60位小小朋友 在園長和老師帶領下 特立到基隆市議會議事廳參訪 體驗當議長以及議員的感覺 議長同職位特地送燈籠 給小朋友們慶元宵 也開心地和每一位小朋友合照 更歡迎各級學校到市議會參訪 從小扎根民主 是非常好的公民教育 今天基隆市議會的議事廳 非常的開心也非常的熱鬧 我們小太陽幼兒園 來議事廳參訪 那我們非常歡迎 也非常喜歡各位小朋友 那我剛剛問大家說 大家喜歡來嗎 好玩嗎 大家都說好玩 那剛好元宵節到了 我們就送給大家 每一位小朋友 一人一個燈籠 那來祝福大家元宵節快樂 那我們也歡迎各級學校 都可以來議會參訪 從小就扎根民主素養 那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公民教育 我們就任以來 我們也全面開放 讓我們的這個 包含我們開會的期間 也可以歡迎大一點的小朋友 也可以來直接參觀這個議會的過程 不帶張智的吵架 我想這就是一個民主的培養 那我們民主從小扎根 那今天看到 從那個兩歲的小朋友 就可以來 哇 非常的這個幸福 非常的開心 那我們也準備了非常多的燈籠 送給我們全市幼兒園的小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元宵佳節的氣氛 謝謝你們 元宵佳節快樂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港西國小幼兒園的小小朋友們 開心的輪流討抱抱是為了哪裝 原來是基隆市議員張秉君叔叔 帶來時下小小朋友們 最愛的庫洛米 美樂蒂 以及奧特曼等卡通燈籠 一下子就擄獲孩子們的心 你為什麼喜歡庫洛米 因為我喜歡粉色跟紫色 所以我喜歡美樂蒂 為什麼喜歡美樂蒂 因為本來就是喜歡美樂蒂 因為美樂蒂很可愛 港西國小校長也非常感謝 基隆市議員張秉君的貼心和用心 帶來小小朋友們的最愛 讓孩子們歡度元宵節 非常感謝我們張秉君一座 在元宵之前呢 特別帶來可愛的小地燈 讓我們每個幼兒園的孩子 每個人都有一個 而且還有分男的跟女的 不同的創意的燈籠 在這邊非常感謝 其實元宵節快到了 那小朋友最喜歡的就是拿著燈籠 那現在其實有很多多樣燈籠 不管是龍年造型的燈籠 圓形的 那秉君也特別準備了卡通造型 尤其是當下小朋友最喜歡的 三利歐家族 比如說奧特曼 庫洛米 或者是像是美樂蒂等等的 這些都是小朋友最喜歡的燈籠 所以今天特別來到了港西國小 也把這個歡樂帶給的這些小朋友們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度過一個 愉快的元宵節 孩子們實在太開心了 不斷輪流討抱抱 始料未及 張秉君表示 感謝自己子女和子子 讓他了解到 時下小小朋友們 最喜歡哪些卡通人物 才能發想送出這些卡通燈籠 讓孩子們真的開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你會選購一級能效的家電 但你的節電等級卻只有五級 現在開始改變你的用電習慣 冰箱只需八分滿 濾網定期兩週輕 等氣設定26至28度 晚轉時間進化一級節電玩家 關掉冷氣 隨手關燈 白天到黑夜 節電不停歇 節電 從我改變 星期一 多多運動走樓梯 星期二 隨手關燈要貫徹 星期三 衣物日曬自然乾 星期四 定期保養勤擦拭 星期五 冰箱秒數認真數 星期六 節電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節電天天試好日 星期五 吃電子 屈枝 星期五 rest 星期五 飛的 滿 八 、八 四 五